青海湖就在那边 我们去吧 青海湖 一个常见于地理试卷的地方 它是中国内陆最大的咸水湖 也是很多游客 对于青海风光的第一印象 在我们的想象中 青海湖应该是这样 这样 这样 但真实的旅行总是 希望越高 失望越大 这天边的月也太厚了嘛 青海湖的行程 看来是要泡汤了 开始烂了起来 哎呦 这样的天气 超级的冷 海风简直就是往脖子里面灌 我们路边的椅子 已经变成了一个打法拍照点 我们现在正准备走 放下钥匙放在后面 我们终于要做拔草旅行博主了吧 上集说道 现在我们已经离开了麒麟山下的麒麟县 准备翻越这个麒麟山脉一路向南 去青海湖 经历了一段透明快乐的翻山越岭 我们终于来到了位于青海湖北岸的钢查县 只可惜一早醒来 今天早上打开门发现外面一片阴雨 但来都来了 我们决定还是去青海湖看看 准备出发 我们现在开车大概半个小时 要去青海湖的西岸 那边据说沿海的公路 是离青海湖非常近的一条公路 这天边的云也太厚了吧 这不是我想象中的青海呀 咋还越太越大了 本来左边三五公里处就是青海湖了 现在左边全都是白色的 我们现在洗牛奶浴 哇塞 看到了一匹马在奔驰 拐上这个弯 就进入了有名的环湖西路了 我们在沿着环海西路走的时候 用望已经远远的看到 有一个寺庙上面风景好像不错 所以我现在找到了一条小路 看看能不能去半山腰上 看看青海湖的样子 路由开始乱起来 有意味的 这一条 这是我们 这一条小路的视野不比下面的环湖西路香 我们现在在这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厕所 但问题的关键就是 你们认得出来哪个是男哪个是女吗 我们已经停好车位了 哇这边好美啊 我们现在上了一个小小的山坡 然后这边有一个寺庙叫做 日拉寺 大家如果想找这里的话 导航这个寺的名字就可以了 我们走到青海湖边看一看呗 说实话我觉得阴天的青海湖和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因为来青海湖之前呢就是听说青海湖很大很蓝 如果是阳光的天气的话就会波光灵灵的特别漂亮 就像洒满了一整个海边的钻石 但是阴天的青海湖有一种非常宁静的气氛 特别是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 因为完全没有游客 只有我们两个人 所以就真的是有一种秘境的感觉 而且在这样的天气 在这样的天气下确实很恶劣 我的伞都成这样了 这么努力的还在拍摄 哎呀呀 哇哇哇你在干嘛 画风突变啊同学们 我们现在呢 从风雨交加的青海湖回到了我们暖的小车 然后我们因为都换了干净的衣服 想说不要再被雨淋到 所以刚刚我们都是从后面的这个小窗户 到了前面的这个驾驶室 一步到位 好准备出发 从山顶下来 距离日落已经只剩下一个多小时了 但我们以为今天的青海湖之雨 就要这么遗憾结束 突然 一个转机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现在大概开了五六十公里吧 开到了放晴的地方 大家看远方这个阳光 已经从厚厚的云层中洒出来了 我们的旅行运气到我们马上像走完青海湖的时候 终于爆棚了 大家可以看看我们身后的风景 切不切意 拿出了我泡的热热的茶 现在就是海景座位海景茶 给大家看一下伟伟视频背后的真相啊 拍着拍着阿红的这个椅子散架了 因为他刚刚在拍我 所以人没有在这个上面 他这个椅子就飞起来了 然后我们在这里嘛 虽然非常的享受 环境也非常的优美 景色也非常的不错 但是确实超级的冷 海风简直就是往脖子里面灌 我得赶紧把我的领子给立起来 这可是夏天的青海呀 你觉得现在有几度啊 十六度我也觉得 好冷呀 你要再说两句吗 我这个状态还需要说两句吗 我这个状态已经说明了一切 我们路边的椅子 已经变成了一个打卡拍照点 我们在这拍了一半 吸引了一些游客过来打卡 可能是觉得我们选的这个地方 实在是太好看了 我们现在发现了一个 非常火爆的海边营地 已经停满了车了 看看还有没有我们的地儿吧 好漂亮啊 身后就是青海湖 我们现在已经停好了车 我们今天晚上找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住车地啊 这是一个房车营地 然后身后就是青海湖 然后刚刚我们问了一下 旁边的一位天津来的房车大哥 他说这边房车过夜是八十块钱 有水有电 如果是普通的车是五十块钱 一步一步走向夜间的海间 别看到了一个小帐篷 然后就是这种茫茫夜色中 一点点光亮的感觉 好 现在又到了莫主厨的温馨房车料理时间 今天的菜单是青椒炒肉还有西红柿炒鸡蛋 为了配色好看 莫小厨在产售的时候还专门的买了这种红色焦加绿色焦 颜色是不是很好看 本莫小厨的菜呢重点就是颜值 味道是刺刺的 下锅 是应该先炒肉还是应该先炒菜呢 这种我也没经验 你问我 要不投尸放给你 菜是生的 肉是生的 所以先炒菜 没关系 大家不要太在意这些过程 怎么样小莫莫的厨艺是不是有进步了 进入青海之后 我经常发生自己料理的情况 现在是色香味鸡蛋了 好 来帮我尝一尝青椒熟了没 好吃 熟了 别再熟了 好 那请我们的猴食客开始品尝吧 这次好 这次除了维生素之外还有蛋白质 怎么样 有在家里吃饭了 在家里吃饭 现在莫充娘的厨艺正在往色香味巨群上突飞猛进 我觉得今天的青海湖之旅还是有蛮多的惊喜 其实今天去的这几个点都不是在风队上看的 都是一边走 然后眼神一直在寻找 没有 青海湖是很适合在这里慢慢走的 比如说散步呀 露营啊 骑行啊 过夜呀 就是非常 惬意的感觉 如果按照攻略就是快快的到一个地方拍照打卡 倒是没有我们这种觉得青海湖很治愈的感觉了 嗯 现在就很有意思那种过夏天真的去海边的感觉 那天之后 青海湖迎来了将近一周的阴雨 我们也在青海湖边的营地等了一周 直到某个早上 金光洒满大地 我们推开车门 终于看到了一片蔚蓝 太开心了 哇我们等了五天终于青海湖这边放晴了 我们今天就看到了蓝的 哇我很难用语言来形容它有多么的蓝的这种青海湖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看一下晴天的青海湖长什么样子 沿着山路上山了爬的高一点看的远一点 哇现在青海湖已经出现在左边了 哇你现在简直就是在Windows桌面里面开车 哇 壮观 我们现在停好的车准备爬一个小坡 看一看从特别高的角度看青海湖是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大概海拔是三千六左右 一边往上走一边跟大家说话 我现在已经有点缺氧了 啊 这海湖这太大了一眼都望不到边啊 这一刻的开阔好像让一些等待都有了意义 我们眺望远方的湖泊俯瞰云彩的影子 而填满整片视野的是无限接近透明的蓝 很奇怪 无论站在山巅还是站在湖边 周到的一切都是一样的平静 连日来阳光的缺席 让此刻的温暖显得格外珍贵 我才发现我们等待的也许不是晴天 而是这样的青海湖最符合我们想象中的样子 但细细想来 山顶暴雨里的青海湖 夜幕降临后的青海湖 阴云密布时的青海湖 阳光普照中的青海湖 我也很难说出 怎样的她才是最美的 而等到正在看视频的你 以后来到这里 遇到的也一定是与我们所见都不同的 属于你的青海湖 快来吧 希望那时候我们都不再想象她 与她相遇时的样子 就是她最美的样子 我们在这边看到好多旅游大巴 上面写的探寻秘境 跟我们的旅行主题一模一样 我们一起万人观赏热共六月会吧 一看这个衣服就知道是这个村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如果我们的旅行 כול到那边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